有悲心 信心 因缘 我念佛愿往生 有信愿 有在念佛 所以不得少福得善根因缘得生彼国 所以生命活着了解意义 变化无常是真的死亡是必然的 所以我要专心的修行念佛 你不会把快乐建立在世间的名望 所以当然有很多人还没学佛 他老师问我 你们干嘛出家 你为什么要出家 你有没有回家 每天问这个问题 他认为你们出家人很痛苦 各位 出家是快乐还痛苦 出家并不是说绝对快乐 肉体一样痛苦 但是呢 这个肉体来追求智慧 那可以超越痛苦 因为你只要有肉体存在 不分在家出家都痛苦 但是如果你有智慧 不分在家出家都可以快乐 快乐不代表不生病 很多人来跟我说 师父我每天拜佛 我为什么还会生病 我说佛陀都生病了 佛陀也是病死的 难道佛陀修得不好吗 但是佛陀讲的是 我心里没有生病 肉体跟花一样 所以这个花好漂亮好漂亮 就像佛陀 但是他哪一天会凋谢的 对不对 但是佛陀只是利用在这个身体死亡 凋谢之前 成佛了 而且把这个成佛的道理 弘扬在这个世界 我们心甘情愿的成为佛的弟子 因为听闻佛法 了解因果观念 但是整个佛法的重点 就是般若智慧 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念心经 心就是精髓的意思 般若般若密多 般若什么叫般若 般若就是正 端正的正 若呢就是了解 正确的了解叫般若 所以各位 爱情快乐吗 如果你有正确的了解 你就不会说它是快乐 它是痛苦啊 谁叫我爱上它 就像你去爱上吸毒 爱上喝酒 那哪里是快乐 我们看你在吸毒 还同情你 那个是痛苦 所以如果你觉得喝酒是快乐 那就是不正确的了解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分析 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在追求的每一件事情 是痛苦还快乐 是痛苦了你就不要去碰它 真实是快乐了 那各位今天到药王室来修行 快乐吗 快乐 那这里面也没有抽烟 没有喝酒 没有打麻将 没有帅哥 没有美女 吃的又不好 那随便坐坐 又不是坐头等舱 又没有冷气 但是 你觉得这是快乐 因为你智慧 知道我做这个事情是快乐 今天大家来 没有人来赚钱的 对不对 不但不来赚钱 还要付钱 大家还要供养 还要布施 但这样快不快乐 因为你了解 你正确的了解 生命拿来修行 有钱拿来布施 来念佛 这样好快乐 所以般若就是一种 正确的了解真相 你正确了解 波罗蜜多 那你就可以脱离痛苦 你就可以圆满 你就可以解脱 你就可以成佛 叫波罗蜜多 承办一切 心 心就是精髓 所以佛陀所讲的 所有的智慧 经典的精髓 心精 那所以各位要经常 去思维心精 然后把心精的道理 用在你的待人处事 行住坐卧 做事业 那你都要按照 波罗蜜多 有这个波罗智慧 那你就不会制造痛苦 所以如果有人 拿一杯水给你说 这个有毒哦 要不要喝 这个叫波罗智慧 那我问各位 爱情快乐吗 爱情有没有毒 爱情是贪嗔痴的贪毒啊 如果你追求欲望 追求爱情 那你就中毒了 那你自己找苦啊 那怎么办 把爱情变成慈悲 可以 爱情不是一种占有 爱情是一种服务对方 感恩对方 跟对方结善缘 就像金钱一样 金钱可以帮你 也可以害你 如果你有智慧 有波罗智慧使用金钱 那你是一个有福报的人 如果你没有波罗智慧 你变成金钱的奴隶 哦我要买最好的车 买最贵的鞋子 吃最好吃的 甚至去杀整只牛来吃 因为我有钱嘛 那金钱会害你 所以佛陀跟我们讲 波罗智慧 那你一定要了解 至少先相信什么 来 善恶因果 行为主宰命运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首先你要 你要有这个智慧 那有善恶因果 还不够 第二个智慧 来超越因果 所以这些存在的 善恶 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快乐跟痛苦一切都会过去的 所以你成为天上的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各位想不想 玉皇大帝会不会下地狱 善业享受完 就会享受他的恶业 所以过去的玉皇大帝 下过地狱 做过畜生 做过孤魂野鬼 做过平坚人 最后一个玉皇大帝 乔思嘉 后来得到佛的加持 听闻佛法 护持三宝 所以他做了七次的玉皇大帝 不像前面的六个玉皇大帝 那么各个堕落三个岛 后来他护持三宝 所以因为玉皇大帝听闻佛法了 没有听闻佛法 玉皇大帝他福报可以享受三千六百万年 哇吃喝什么都没问题 玉皇大帝有几个太太各位知道吗 九个亿 各位你想想看 有九个亿的帅哥天天跟你在一起 又怎么样 但是你要知道 玉皇大帝要舍抱的时候 有九个亿的爱人要背叛他 你看那种心脏快裂开 你光被一个女人男人背叛你就 你就想要自杀要哭了 被九个亿的爱人背叛你 因为玉皇大帝老的时候 要堕落的时候 那些太太就去找年轻的天人 帅哥 不离玉皇大帝你要堕落畜生了 我不爱你了 那你看玉皇大帝心肝会不会裂掉 所以哪怕你做玉皇大帝都是一样 就像你这个男人很有钱很有钱 你的太太对你很好 哪一天你事业倒了 秃头了 你老婆外面找男朋友 你会跳楼啊 甚至你想要报复啊 这才一个痛苦 玉皇大帝是九亿个爱人要离开他 所以各位 佛陀要我们了解 要相信因果 所以来我们先来念一遍心经 念完 讲玉皇大帝的故事给各位听好不好 哪一天你说 我才不做玉皇大帝呢 因为不是就近的快乐都不要 我们要追求的是 就近涅槃 快乐没有痛苦的快乐 对不对 没有堵的水我才要喝 有毒的 暂时的 骗人的 那不要 有副作用的 那不要 所以佛陀要我们慈悲 那就是永恒就近的快乐 慈悲不会带来副作用 慈悲如果受苦那是消业障 那是大慈大悲 四十一页 四十一页 所以大家来念 般若 波罗蜜多 心经 很认真念好不好 我早上有教各位怎么念 来 念一下 升起大悲心 当愿众生 听闻心经 发起菩提心 我为众生 读诵心经 愿成佛道 再来 安住空性 专心念诵 再来 变成观音菩萨 所有诸佛菩萨 都变成观音菩萨 融入我身心 一起念心经 普度众生 所以就把这个心经 融入在每一个地狱 每一个恶鬼道的友情 让他们因为心经而超度 所以我们要超度 一定要为他们念心经 然后再念阿弥陀佛往生咒 再辨识食物给他 给他刚入水 再给他观想极乐世界的庄严 再给他念佛 超度了 所以这个心经 有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要念 还要有个正式的 大悲心 菩提心 空性 变成观音菩萨 所有诸佛菩萨 融入在你身心 再念诵心经 你等于佛 你等于观音菩萨 为终生在讲解脱成佛的道理 不得心经 有正确的智慧 而解脱而成佛的精髓 叫不得不落密多心经 要有这个想法 所以你每次一个人在家里念心经 你要观想 整个世界都在念心经 这个叫大悲心 不是念给你自己听 就像我坐在这边讲话 我前面有几千人在听我讲 透过电脑电视 法界众生在听我讲 那我要有悲心 我不是在表演唱歌 我早就忘了是我了 因为我要把我的思想 只有融入在佛法 悲心 菩提心 不能让自己失去正念 为什么 法才是我的生命 请问这个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如果我现在讲到一半 炸弹 啪 死啊 我还在继续念心经 因为那才是我的生命 身体头断掉了 随缘 那是我们的夜报 不会怪东怪西 你说啊 怎么掉在我头上 不掉在他头上 这样 没有那个想法 那时候还在念心经 这样就好了 如果我跟我坐同一部飞机 飞机掉下去了 他们在啊 我会说阿弥陀佛不是啊 然后全部死了 我赶快站起来 我们都是鬼 我带你去极乐世界 走吧 因为还在念心经 还在念阿弥陀佛 肉体死了 但是一般人说 我死了怎么办 我太太怎么办 手机拿起来 儿子爸爸死了 因为他在想家里 我财产怎么办 我飞机上包包 好多美金 好多人民币 他都在想那些 钱啊 家人啊 儿子啊 太太啊 怎么办 他没有在念阿弥陀佛 没有在念心经 所以他就超度不了 他就执着变鬼 我不能接受我死了 他就看不了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一定要念一下 体悟无常 当下往生 请问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死亡 你刚刚吃下去的饭 有没有正在变化 变成大变 你把饭菜的精髓吸收了 那其他的变成大小变 排掉了 他没有变化你就癌症 我跟你讲 吃一颗馒头又放出一个馒头 你保证死的 所以他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死亡 念一下 诸形无常 是生灭法 对 凡是存在的 他就一直在变化 因为这样才能够有养 产生养分 又把不好的排掉 变大变小变 变成细胞 变成头发 变成指甲 对不对 所以念一下 生灭灭鱼 极灭为乐 所以你对会变化的一切都能够接受 你这种生生灭灭 我爱我恨的心态 没有了 极灭为乐 所以佛教的快乐是什么 我老公对我很好 我老婆对我很好 我很有钱 那不是快乐 那是痛苦 佛教的快乐是什么 没有痛苦 就是快乐 没有轮回 就是解脱 这叫快乐 请问各位现在坐在这边 快乐吗 那不要回家了 肉体可以回家 心在净土 来 心在般若 当下解脱 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解脱不用等未来 现在我们就解脱好不好 那就解脱了 回去不要再生气了 你老公外面有女朋友 没关系带来一起念佛 因为你解脱了 你不会在乎了 但是你很在乎 我在这边念佛 回向我老公 对我好一点 那你哪里念佛了 你在念爱情念苦 哪里是念佛了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要想着 很多女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让我五十岁变三十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如果我有魔术 啪 让你变九十岁 啊 你照到镜子 啊 我说阿弥陀佛快死了啦 你赶快去极乐世界 那不行啊 我希望我年轻 只是供养让你来供 让我们大家随喜你的好身材啊 对不对 你漂亮 做义工 大家随喜你的漂亮啊 你声音好 我们随喜你的声音 来念阿弥陀佛 来读诵经典啊 所以各位你要 你要开始有般若智慧 不要去追求那些 不该追求的 漂亮啊 金钱啊 地位啊 各位 出家一天做一世皇帝 不用求 出家两天做两世皇帝 求什么 不许啊 天生我财 天生立子 生在皇帝家的儿子就是皇帝 对不对 就像泰国国王往生了 他唯一的独子 准备接皇帝了 其他人说 我不喜欢他 那你怎么不做泰王的儿子呢 人家是天生皇帝啊 没办法啊 所以各位了解 这个道理 什么才是你该在乎的 那不要追求当前的快乐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学佛了 我下回来大药王室八观摘戒一天 我可以做一世皇帝 你好好受敬 我来大药王室八观摘戒一天 来世中品终身西方极乐世界 哇那生命可长了 所以你要去想那个 真理的快乐 慈悲的快乐 不要执着当下的 好不好啊 今天我们在这边 大家一起念佛 突然来一个大地震 唐山要王室大地震 里面两千人死光光 外面人在哭 我们这两千人快乐 直接往生净土 为什么 我们正在念佛呢 正在修行呢 我们当然很快乐 提早结束肉体的痛苦 这样好不好啊 好 叫你死还不敢 对不起 我打电话给我老公 我打电话给我儿子 我贷款还没还完 各位 永远还不完 永远讲不完的话 永远交代不完的事 但是各位 死亡只是一个生命 又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了解吗 我们现在死亡 我们现在做善业 下辈子你可以做更大的善事 所以你要一直去思维这个道理 不是叫各位去死 而是各位放下 放下 但是你才会积极过每一分钟 你才知道说 哎呀 万法无常 我们聚会最多一天两天三天 那就不见了 所以我现在要很认真 就像我各位 久久看各位一次 各位都是我过去的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我要用尽全力把各位超度了 对不对 但是我超度各位 结果我自己先超度了 你要先帮助别人 就帮到自己了 但是我不能对各位有所执着 啊我都看你两眼 啊你多供养我人民币 啊你最好找我去吃饭 我完全没那个想法 又希望我累劫累世 但是如果对佛法有一点功德 来供养各位 所有的功德供养各位 好不好啊 而且还要发一个愿啊 来愿待众生 受无量苦 你要发愿啊 愿各位身上的病苦业障 都能够吸收在我身上来 你要这样发愿 如果我不能接受各位所有的痛苦 那至少我没有那个资格 我至少要减低各位的痛苦 但是我不能说 哎哟你的癌症是你的事 我帮你念念 癌症是你的 跟我没关系 啊 不能这个想法 所以 各位要发菩提心 来 承担众生苦 你的快乐 才是我的快乐 你的痛苦 都是我的责任 你要一般的波罗密多苦 你要把握当下 苦行才是我们的福报 所以各位呢 不要抢 我发现很多人喜欢抢 不要抢 好的都给你们 啊 最后我帮你们洗碗 这样就好了 因为这个人最有福报 所以在佛陀的时代 各位听我讲一个故事啊 有一位老人呢 将近七十岁才出家 那他不懂半个字 不懂半个字啊 然后他们佛陀讲经 阿罗汉讲经 哇很深 这个老人不会修行啊 他就偷哭啊 我这个没用的人 听不懂半句 然后这些年轻人这么精进 正阿罗汉 哎他就一直哭 哭一哭以后啊 他想算了 我自杀算了 他又怕自杀 自杀佛陀下地狱 我真痛苦啊 还俗算了 但是佛陀 各位 你在想什么 释迦牟尼佛知不知道 所以佛陀叫三世骗之 这边有一千亿个人 每个人在想什么 每一个蚂蚁在想什么 佛陀都知道 所以各位成佛很伟大 骗之一切 所以释迦牟尼佛当然知道了 三更半夜就跑到那一位 不懂智的 老和尚的房间给他敲门 老和尚正在哭 正在决定说 我要还俗还是要自杀 因为活着没用 然后佛陀知道 佛陀就来敲到房间 哎 某某法师啊 心情不好 哎呀佛你来啊 我忏悔 我这个人笨啊 不懂智啊 不会修行啊 我真想自杀 我很惭愧 我又怕 佛陀说 很简单 你按照我的修行 你一定可以成就 啊老比丘眼睛一亮 怎么修 你不用再打坐了 不用再念经 出家人那么多 哎 他们没有水喝 你们去帮他 你跟他要水给他喝 晚上很冷 你烧热水 让他们洗澡 这样 你这辈子可以成就 来世更可以成就 佛陀不妄语 我跟你讲 哎呀这个老比丘一听 好高兴啊 佛陀给我保证耶 所以他就不悲伤了 每天就 弄水给出家人喝 居士来拜佛爷 给他水喝 然后水跟他烧热热的 让出家人晚上洗澡 结果他那一世呢 无病而终 死了以后脸很安详 因为他供养水 然后他就投生在一个 大富贵的家庭 他一出生的时候 他们家的水呢 都变甘露甜的 没有水都会冒出水 哇不可思议 后来七岁以后 就是跟佛出家 出家七天赠阿罗汉 叫甘露 佛陀给他取名叫甘露 撒咪阿罗汉 然后人家就问佛陀说 佛啊 哇这位甘露七岁就赠阿罗汉 他上辈子怎么修的 佛陀说上辈子 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他的 就是那个你们看不起的 那位老法师啊 不懂的字的 每天烧热水给你们洗的那个 因为他一辈子放下执着 存心的供养他所做到的水 所以投生在富贵家 七岁出家振阿罗汉 解脱生死 所以我想各位呢 学佛不要跟人家比啊 你能够做几分就做几分 像各位 你今天拿到这个旗子 没事在家里就这样就好了 就OK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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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想着医院 殡仪馆 屠宰场 也想想海盗法师 你不要生病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你就想着别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帮你转动经凡 大转法轮 利益众生 你不要跟人家比 别人会讲华颜经 别人会讲心经 别人盖大庙 不要比 我过几天要去九华山 九华山有几个肉身菩萨 什么都不会 他就每天敲钟 有没有 因为闻地狱 众生离苦断烦恼 就这样成就成佛了 光敲钟 各位 光打鼓也可以成佛 光念佛也可以成佛 不失水也可以成佛 好不好 发挥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不要跟人家比 别人两个眼睛 我怎么一个 一个看得见就好了 所以 你有鼻子 我也有鼻子就好了 不行 我要美容一下 以后下辈子 你做马我跟你讲 因为人 人会比赛的 你眼睛大 我比你大 我再去割双眼皮 我刚去韩国回来 我碰到很多华人小姐 我就知道她们来干嘛 来美容的 听说韩国美容效果很好 我又要来美容 把它骨割掉 骨割掉 免得太圆 对 重新改变一下 花了很多钱 所以有些甚至因为不小心就死掉了 为什么 她活在假的 骗人的世界 心美最美 好不好 各位漂不漂亮 各位是中国的帅哥跟美女 世界的救星 因为各位念佛 诗诗 明天还要放生 受菩萨界 世界靠大家 所以各位要活在真的世界 不要活在假的世界 好不好 头上有毛没毛 没关系 不要再做怪就好 女生就绑一下OK了 但是我要弄弄这样 我要弄弄这样 我要弄弄那样 我们叫做鬼做怪奇怪 但是人就是这样 我要比别人漂亮一点 我要比别人有钱一点 贷款要买部进口车 就像台湾早期流行很多假的老力士表 老力士 假的 戴在那边 戴假的手被切掉 哭死 假的 别人把你当真的把你砍手了 悔不当初 所以各位 波日的智慧 虽然我讲的很粗鲁 但是我只是提醒各位 不要被骗了 不要玩假的 不要笨了 对不对 就像各位 看到两位法师走下去 漂不漂亮 这一套衣服最漂亮了 最壮严了 对不对 你赶快换这一套吧 你花了那么多些人民币 买那些曲曲哗哗的 那有什么意思呢 把它洗干净送去老人院 送到那边穿 所以我想自己超越自己才是快乐 征服自己才是快乐 爱漂亮 爱面子 爱有钱 我看很多男人开车 像在赛斯 嗚嗚嗚嗚嗚 我们在后面 念叨忘了 快死了 我有一次去河南 有个居士开车开到180 我只能在后面 我没有办法 就这样死掉了 好可怜 但是我在想 好吧 为法旺驱 死也甘愿 因为那位男居士 要求跟我照相 我那时候刚好马上跑掉了 他不高兴 然后这样 害死我也 但是我在想 那有什么办法 随着我不会开车 我真的不会开车 坐在这边被人虐待 但是这也是我的夜报 以前一定是我对他这样 我开飞机 哇不怕你死 所以现在换他报我 报复我 我只能一心念佛 在后面把所有功德回向给对吧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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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念这样 但是没办法 但是各位 这就是生命的真相 因为这个世界你不能管了 这个世界 它有它的业力 你控制不了他 你只能一切随缘 你有所求就苦随缘吧 放下吧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 阿罗汉不怕死了 阿爸 阿弥陀佛 所以哪一天 面对这些病苦死亡的时候 你就会笑笑 台湾广青老法师 他讲了一句话 来 念一下门南话 没来没去没大事 门南话 没来没去 什么事都没有 没来没去 没大事 没什么事发生 这个叫如来 如来就是如去 来来去去 安住在真理空向 叫来去自如 叫如来 你现在不来去自如了 要漂亮怕丑 要有钱怕穷 要健康怕奔病 生病 要在一起怕分开 那是你把自由授权给别人 那你很痛苦 各位 自由自在靠自己 全世界人都很漂亮 都很有钱 你没什么好羡慕的 你告诉他 你有宝吗 我有一亿人民币 不重要 我有三宝 我会念阿弥陀佛 太重要了 你做一百个有钱人 我都不羡慕你 我怕你造业 因为我有阿弥陀佛 我会读新经 你会吗 所以唐太宗啊 中国的皇帝唐太宗啊 唐朝盛世啊 唐太宗要死之前 古时候医学不发达 很痛苦很痛苦 痛苦的要死 那时候玄奘法师慈悲啊 知道唐太宗 快死了 赶快在他面前 翻译新经 260个字 念给唐太宗听 唐太宗 眼睛看的新经念不出来 但是听玄奘法师一念 全身痛苦消除 安详往生 各位 新经重要还是皇帝重要 那知道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做唐太宗 请护持佛教 哈哈哈哈 免得浪费皇帝的位置 今天你有福报做有钱人 请多护持佛教 多帮助贫穷 那你的钱有用 如果这个金钱 只来凸显你的有钱跟地位 那你就是浪费福报 没有意义 就像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可以拜佛多好 不要拿来跳舞 好不好 不小心还扭到腰 我拿来拜佛 我拿来做义工 那我这个身体有用 像我这个嘴巴 什么用处都没有 我唯一的用处就会谈谈佛法 这是我唯一的用处 其他我都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我很少跟人家讲话 因为我除了讲佛法 我不会讲其他的话 所以因为我不想浪费 我停一分钟我可以念念心经 念念大悲咒 我很喜欢持咒的 像我一上台我平常都是一直念一直念 各种佛号我都背下来 我就一直念 因为我希望我到死了都还在念 念佛念法念身 所以思想里面一直想想空性慈悲 帮助众生的方法 极乐世界的庄严 我脑筋只有想这个 但是这个身体 我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差不多了 有人叫我海涛老和尚 不太习惯 你不是六十岁了吗 是是是 还有人说上海来的法师 我说不是 因为叫上海下涛 所以他说你是上海来的下涛法师 所以我有时候告诉很多居士 对非佛教徒你不要这样写 上海下涛人家搞错了 所以 那但是问题是 这个变化无常 随时会来的 这个身体不是我的 但是活了六十年 终于能够懂一点佛法 幸运了 幸运了 其他呢 就是对别人有没有帮助 这样而已 而且 我的妈妈 老了 我的妈妈现在八十二还是八十四了 老了嘛 她经常会生病 所以我妈妈生病 对我就帮助很大 因为我每次想说 我要以对我妈妈的这种 关心 来关心别人 没有我的妈妈 我不知道怎么去关心别人 就像各位知道 我有结婚有生小孩 没有儿子 我不知道怎么去爱小孩 没有结过婚 不知道女人的痛苦啊 结了婚才知道 哇 女人真痛苦啊 每个月要痛苦 出门要化妆 老公没回家吃饭 她睡不着觉 我老婆没回家睡 我睡到天亮啊 但是她一定要看到你 她才睡得着觉 那我呢 我喜欢一个人睡觉 我就觉得 哎呀做女人真痛苦啊 所以为了我要出家 我过去那个太太 瘦得比我还瘦 说瘦了剩下一个竹竿 就差一点没自杀 我说女人真苦 为了情 她说我没有你 我会去自杀 蛤 真的 我说你有佛陀就好了 干嘛要我 我又没用 但是因为依赖 依赖会很痛苦 执着会很痛苦 所以佛陀要我们 依波罗波罗蜜多顾 你要看到真相 你才不会依赖这个假的 请问 这个是真的还假的 你要你要的是这位法师所讲的佛法 那是真的 这个都是假的 你要看清楚 不管你的先生多帅 你的太太多美 那个都是假的 那个不能让你得到解脱 那只是满足你的欲望 我旁边有个帅哥 我旁边有个美女 口袋放了很多人民币 开了好几部跑车 所以那些感情感受 所以刚刚讲观受是苦 有受皆苦 那些都是假的 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形式 色就是肉体 受想形式就是你的感受 想法感情 这些是虚幻的 你不要每天在忙这个东西 所以各位呢 我讲那么多啊 就是在讲心经的意思 那你要经常 一直念心经 来净化自己 也用念心经来超度众生 超度众生 包括人 包括天神 包括地狱 都是要用心经来帮助他 能度一切苦 超度 真是不虚 让所有众生解脱 让所有众生成佛 对 去吧去吧 解脱吧解脱吧 到解脱的彼岸 解脱彼岸不是离开这个地方 不是离开生病 是离开 肉体是我的想法 我的心没有得癌症 我的肉体现在得癌症 老化了 所以肉体不是我 心才是我 心是什么 佛性是我 佛性是不生不灭 是大慈大悲的 众生才是我 我所 我所关心的是 所有世界 所有众生 那才是我要关心的 不是这个肉体 那像我在跟各位讲话 我就在跟我自己讲话而已 我随时要高我素 是这个 今天有人打我骂我 他打的是这个假的 我的佛性真心 他没有骂到我 如果你要用你的耳朵去接受 你骂我 那是你自己找麻烦 因为他讲出来的声音 声音也是个空性 对方骂你骂得很好听 有时候人家骂人 我都跟他合掌 随喜你功德 愿我有你的声音 因为我的声音就是会沙哑 我还要讲课 麻烦 你可以骂人 骂这么大声 阿弥陀佛随喜你 但是我不会接受他里面的内容 但是我随喜他 声音这么大 不用麦克风 这是你要自己抉择 那如果你这个人 你说什么 你骂我 人家讲那么小声 你还听得到 因为你自己去找麻烦 你那句话在骂我 那是你自己找麻烦的 我们要吸收的是什么 不要被骗什么 吸收的是真理 所以 而且是他的优点 那这样你就不会痛苦 所以我想 佛要我们找到 念一下 永恒的生命 不死的生命 不死生命 讲的是你的心 你的智慧 你的慈悲 请问佛陀有没有死 佛陀 永恒的慈悲 就是佛陀的生命 永恒的真理 空性就是佛陀的生命 佛陀是永不死 永远有力量 你只要念阿弥陀佛 念本师释迦牟尼佛 他的智慧悲心就来了 那各位要找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而不要这个东西 但是他会死亡的 所以利用他会短暂的生命 找到永恒的生命 利用有限的生命 找到无限的生命 利用有限的知识 找到永恒的智慧 利用分别的感情 找到平等的大悲 各位有没有感情 请你把你的感情 用在老人院 孤儿院 被杀的动物 可怜的鬼 这种感情永远不会失恋 永远不会痛苦 如果你把你的 这么丰富的感情 用在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 一个儿子身上 你会很痛苦 因为他不听你的话 他会变化 所以你会对自己没信心 我老了 他会爱我吗 我没钱了 他会理我吗 那你就活在这种 颠倒梦想 痛苦的 所以各位要一直去思维这个道理 人要追求什么 我发觉有时候我在路上 会看到一些男人 哇 穿得好帅 哇 头发拉得像公鸡啊 我以为全世界都在看他 因为我昨天去雍和宫啊 我除了看佛 我就是喜欢看人 但是我怕人家看我 所以我戴着口罩 他们都不知道我叫海涛 昨天果正法师才好啊 我戴着口罩出来 他就问我 你师父在哪里 你师父在哪里 我说我骗到你了 我戴口罩 因为我去雍和宫这么多人 但是我戴口罩 戴个墨镜最好 我可以拜佛像 我可以看人 专心看人 因为我要学这个人身上的优点 然后我要想尽办法 念咒消除他身上的缺点 人才是我心中的佛啊 所以面对每一个人 我都要学他的优点 他讲话 他走路很好看 他眼神很好看 我要学他 因为学他我可以拿来帮助佛法 这个老板这么有钱 他一定有 有异常人之处 他怎么样可以赚到这么有钱 对不对 他一定有特殊的 这个官 这个领导做这么大 你看 他走路就看起来他是领导 他的思维模式 怪不得他做领导 我们要学 但是他身上的缺点 我们要帮他修业障 所以各位你要慈悲与智慧 他的优点你学叫智慧 他的缺点你承担叫慈悲 所以每一个众生都是一个佛 让你学慈悲与智慧 那你每天可以接触多少佛啊 所以眼睛看佛 但是眼睛更要看众生 看佛叫菩提心 看众生叫悲心 每天你都在进步 因为我们生命每天都在老化 那你要把握当下精进的修行 我发觉有些人修行有一个缺点 很喜欢读经 很喜欢持座 很喜欢闭关 但是不会看人 不会面对人的事情 那你学佛法就是在度众生 你怎么不会做人的事情呢 他说不会他什么都不会 他这个叫使读书 使读经 没有用 任何一句佛法 都是为了面对众生的 面对人的 以人本的 然后再去帮助其他众生 如果你不会面对人的问题 你没有像果正法师这样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像我们各社会国家领导 这么样的威德力 这样子有能力 那就不是学佛 学佛是要成为一个 能够服务各种众生 处理各种状况的人 提升自己服务的能力 你千万不要 只看佛经 欧玛丽贝米欧 欧玛丽贝米欧 这样 念几万遍了 十万遍了 前面有什么人 不知道 前面人干嘛 不知道 因为我要完成十万遍 那你离开佛法了 佛法以大悲心为根本 我要面对人 然后所以我在念心经 所以我在思维欧玛丽贝米欧 因为我面对的众生 这个叫大悲心 不离开六道众生的来念佛 为什么要念佛 因为意念到众生苦 马上就念佛 所以你对各种众生的状况 你完全了解 完全感受到他的苦 这样念欧玛丽贝米欧才有用 就像我经常比喻的 你的儿子正在发烧 医生说再烧就会变成哑巴 你就跪在那边 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因为你面对到他的苦 你很想帮助他 你了解他 所以你在念心经 所以你在念佛 你不能把眼睛闭起来 管你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样 就算你把眼睛闭起来 你要把心贴在妈妈的身上 贴在所有众生的身上 了解他的快乐跟痛苦 他是领导 他是男人 他是女人 他是狗 他是被堕胎胎儿 他的快乐跟痛苦 你完全了解 有能力帮助他 有能力帮助他 这个世界要靠中国人 中国人是这个世界 最有智慧的 最有力量的 我到印度去 我发觉印度人比中国人还聪明 但是 没力量 所以我每天都在每个国家跑啊 每个地方都在学中文 太厉害了 都在学中文 所以未来的世界 是中国人的世界 那我们身为中国人 那各位要好好学佛 因为要发挥世界价值 中国人关心的不是中国 是整个法界世界 那你要了解地狱道 恶鬼道 你要了解俄罗斯人 你要了解各种生命 他的生命 他的快乐痛苦 他的个性 他的人性 他的思想 你都要了解 你怎么了解 面对他的痛苦 跟他相处在一起 你嫁到一个会打人的老公 你才知道男人真坏 你嫁到一个会哭会闹的老婆 你要知道女人真苦 所以那天有个女人跑来找我 在那边跪啊 然后哭哭啊 啊师父 我向你畅悔 我什么事 我离婚三次 我就跟他鼓掌 哦你实在有经验 我问他生几个小孩 六个 哦厉害 我说你快做菩萨了 你这个经验太好了 不要认为是悲观 因为你这个经验 你会知道婚姻的苦 男人的好坏 生而于你的苦 那你要把这个经验 去爱所有男人 所有女人 所有小孩 不要让他成为一种浪费 而让他成为一种价值 就像我们以前 假设我吸毒 那我现在戒毒了 我戒毒的过程很苦 被关了很苦 我终于戒毒了 那这个经验非常好 对于刚吸毒的人 最年轻人吸毒 老大在这边 吸过毒 借过毒 关过 现在已经不吸毒了 你才能够帮助他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你要度众生 首先要领受到每一个众生的苦 你才有资格度众生 释迦牟尼佛下过地狱 做过鬼 做过贫贱人 做过任何人受苦的众生 但是他体悟到每一个众生的苦 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众生 我们千万不要说 我要普度众生 然后却懒得接触众生 但是各位 接触众生不要骂众生 不要耍个性 不要耍权威 你要以感恩心去接触众生 不能说我管你 我管你 不能如此 所以 因为能够让你接触 就接触到一个未来佛 所以众生的佛性 跟阿弥陀佛的佛性 是平等无二分别的 这个叫自信佛性 每个人都具足 所以对你来讲 一个坏人 一只蟑螂 都有佛性 你要这样去尊重他 只是如何把他的佛性 能够显发出来 所以念下来 显发慈悲 极见如来 所以我们去帮助众生的时候 最容易看到佛性 所以我一直提老人院 孤儿院 我想这个世界的问题 是人口老化的问题 人口老化 老人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如何去服务老人 所以这些老人躺在轮椅上 然后脸色苍白 挂着点滴 你如何让他笑一笑 从笑里面如何 让他念念阿弥陀佛 也让他知道未来 有个快乐的极乐世界 太好了 那我想 那各位要去接触他们 接触他们 你去老人院 他不要你钱的 他要的是陪他 因为他儿子没来 他女儿没来 我来做你儿子 我来孝顺 那从这里面 你也可以知道 你也会老 因为他已经老了 你还年轻 你会体悟到 哪一天我会跟他一样 那我现在应该准备什么 我现在应该去认真什么 而不是执着 你再多的钱 再漂亮 你还不是坐在轮椅上 掉的点滴呢 你会提早开悟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所以各位 我讲的就是智慧 智慧并不是一直看佛经 看到众生相 而不执着众生相 无我相 人相 众生相 但是你要去了解 我人众生是什么 你不能够离开 所以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佛陀为什么要讲空 但是不能够离开 色受想行事 不能够离开 现实的世间的能力 你要了解 你不能说我出家了 我不管世间的事情 反正我就一直修行 一直闭关 我一直这样 因为你不懂世间 你懂佛法要干嘛 就是说一个医生 不去看病人 你研究那么多药要干嘛 所以大悲心就是说 你要了解各种众生的苦 所以知道每一个药的重要 而且药你都侵蚀 最好这个苦 这个苦你都领受过 我们中国神龙市 神龙大地 神龙大地 把世间所有的草都吃过 曾经一天中毒72次 中毒没死 为什么 他可以了解各种的草 可以医什么病 他都亲自拿来吃 没有受过这种苦 他不知道每一种药好在哪里 只是现在人类很自私 拿那个兔子拿那个马来做实验 拿那个老鼠白老鼠来做实验 他不敢用自己做实验 古时候的医生真正慈悲 他不会伤害其他众生 他宁可自己来试吃伤害自己 这才叫慈悲 才值得我们尊敬 好 这就给你秘语 我说是不吝点 我说你吃こと 我说是不吝点 人类的 何凶 我首先想来 你去闺 我继续 我继续 我温将那屌子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陀花书红花兴典 1996-5232 电话生台书书先说到你 生兴和欧兴典典万倍 晚上七点 新店台边港等乎乞港者 电话电话 控理理求一起 八八五五 1996-5232 最后10点 鸡兰花王室 将上帝总经 到主比朝土发会 电话电话 控理理数理三 九十四百 1996-5232 1996-5232 当公秦生圣诞 最后八点半 万教比官港等 团书菩萨改发会 1996-5232 一花一看 transitions 1996-524 ком 一花14 Tuesday 两天 因为 Even the 你 strig 好 人工等白肚母等收發肥 任何電話 控理理求五一控三五五 一過十六個禮拜二 念石牆無理活 七菜獨桌八千吉 石牆無理活屬性降低利 生性到惡性性高一倍 最五八點半 宜蘭台北觀音道道 百觀在海 一過十八個禮拜四 最五十點 任何電話 控三 九八九 九三一九 一過十八個禮拜四 最五十點 頭腰六三四 落骨頭頭前抗地 一過十八個禮拜四 十八個禮拜四 任何電話 控三三四七七六六 控三三三一 控五五三 一過十九個禮拜五 最五十點 苗裡方法三一 乎生 點點 強水 又僵和煮鼻細細發肥 任何電話 控三七 九九一 五一三 一過二十個禮拜六 三大洲蘇生蛋 台漢 最五八點半 代張五五 方港ikum球年 突獻佛三 解花火 任何電話 控四 二 二 三 百 九八七 一月21号礼拜日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钢灯 团书菩萨改发会 练入定位 控诉 223百998起 一月22号礼拜日 上午十点半 台中泰安住必定下 有上开工 点灯 好生 熟悉香烟 有上开工 跟足备潮度发会 练入定位 控诉留意 一控制三半五 一月25号礼拜日 有数如来数成功对立 三行到欧行 上午八点半 中华观念国舍 八观在海 好生 点点 有上开工 时时发会 练入定位 控诉 八三七八二空六 控诉 七二六五二六六 一月26号礼拜五 行驾称呼售成功对立 先行到欧行 先十万倍 上午十点 忽宁观音工等 年月有数 既后发会 点满点 既满水 好生 悠久 熟悉香烟 加足够 行驾称呼售成功对立 一月27号礼拜日 上午八点半 台南东东国舍 八观在海 八观在海 好生 既满天 既满水 加温度 细细发会 年月电位 空六 零一三 零一三 一一一二 空六 零五百 九一七七 空七 六空七 三三七七 一月28号礼拜日 上午十点半 各用合成技术行义 台湾好库 哪求到 南库 年月 学基盘 年月 感恩 好生 点满点 共满水 悠久 加感动 细细发会 年月电位 空七 零五六 九九一一 空七 七二二 一七 合成技术行义 台湾好库 哪求到 南库 年月 学基盘 年月 感恩 好生 点满点 共满水 悠久 加感动 细细发会 年月电位 空七 零五六 九九一一 空七 七二二 一七 四九 空七 二二 二三 二三 减车 十方大地 拥有 全奥参加 阿密豆腐 接下来请收看 晚客 四五六 出门 大地 二二 三 二八 互 二 ar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香菇 瀑菘 瀑菇 相 一重天上 阿弥陀佛